核桃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,许多人会将核桃作为补脑的食材进食。 核桃也属于坚果的一种坚果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大。 营养学家提出,人每天都需要摄入足量的健康,才能维系人体的健康状态。 核桃的功能较多,经常进食能够进脑补脑,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食品。 生活中可以经常进食核桃,好处不容置疑,下面就来了解一下核桃有什么效果。 一、核桃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,例如蛋白质以及脂肪。 对于身体比较虚弱,或者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,多进食核桃能够补充营养,是最好的增肥食物。 经常进食之后还能滋润皮肤,干散皮肤的干燥和粗糙, 使皮肤变得十分细腻光滑,爱美的女性可以多吃核桃。 对头发以及皮肤的好处颇多,还能够补血液气。 对于肾虚,脾胃虚弱症状均有很大的改善效果。 二、核桃中含有特殊的物质饼虫酸。 这种物质能够阻止钙离子、非结核形胆红素以及粘蛋白的结合,促使这些物质溶解,并排除体外。 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帮助。 如果本身患有胆结石,可以多进食核桃,又辅助的功效。 如果是患有尿路结石,同样可以多吃核桃进行改善,是不可多得的健康食品。 三、核桃的美容功效不容聚疑。 通过营养学家的研究发现,每天进食适量的核桃,不仅能够保证身体健康,还能够营养肌肤,人的皮肤会变得十分细腻有弹性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不可避免的就是皮肤衰老。 多吃核桃可以延缓衰老,还能用来神经衰弱。 更年轻的女性受到神经衰弱的影响导致睡眠不佳。 可以多吃核桃进行改善,另外核桃中的维生素育能够清除自由基,具有抗氧化的功效。 四、核桃具有健脑功效。 现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核桃保养品,都因为保健功能强大,受到人们的喜爱。 核桃具有健脑作用,可以提高记忆能力,对于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帮助极大。 里面含有丰富的新元素以及蒙元素,是脑垂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进食之后可以补充这些物质,起到健脑补脑的效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